剛剛有一位粉絲私訊呢 他回到家 然後他家人媽潑他冷水 因為儘管外面的朋友潑他冷水他都沒關係 但是因為連家裡面的人也潑他冷水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裡是虎哥 家人不同意 五弟不同意 所有社會人也不同意我 但是我創造 懂我意思嗎 對別人潑冷水 儘管是你的家人都沒關係 因為你是你 家人是家人 千萬要記住一件事 什麼都不要去理會 專心的做你想做的事情 因為他既然不諒解你 不支持你的話 那我們幹嘛還要再去跟他分享事情 我覺得負面來的時候是非常可怕的 負面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內耗 內耗都是 我幹嘛要活著 我到底為什麼活 千萬不要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會後活 所以虎哥這種人的心態 我的能力就是 當別人越激我我越強 你不必要做給任何人看 你只要做給自己看 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是一種激勵 人生的時間軸很長 如果你在越年輕的時候 越能夠理解到某些道理 你越會成功 什麼道理 第一個是 永遠不要去在乎別人對你的看法 我們有一句話叫什麼 說者無異 聽見有信 聽見有信 所以它說不定只是一個消遣 但你絕對不能被這樣的事情打擊 任何的事情只要你願意做 基本上你會成功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招好你的目標 儘管你只是上網看YouTube 儘管你騎著摩托車去做人家的學徒 儘管你今天去人家那邊低頭 把面子都丟掉 就是學習 那時候我 我在做機身沒有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就是會利用下半時間 就開著車 然後就去找一些 店家或老闆去做學習 去跟他們請教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光芒 不要去践踏別人的光芒 當有人要践踏你的光芒 你也不用怕 因為你的光芒 不會因為別人践踏而消失 好不好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去體會一下人生 然後讓自己越來越好 下一個影片見 謝謝